闪亮登场,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餐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好 继续回来第二个部份 《风口台》的时间 这个《多年多警队》方面 最近传出了一个挺不幸的消息 就是说在《多年多警队》里面 有一位警长很不幸在执勤的时候 就被一个相信有精神病的男子 就是说他偷了一架铲雪车 之后就撞死了这名警长 其实消息也令到很多人都很伤心 而警队方面也很规格来做这件事 就是说下个星期二在市中心 《多年多警队》里面都会有一个警队最高规格的一个喪礼 就为了这位殉职的警长 就是Ryan Russell来做一个喪礼 其实这个事件也都令人关注 就是说是否说现在很多很精神病的人 究竟是不是都没什么人理他们呢 或者政府是不是都没什么 怎样去提供一些照顾的服务 或者帮助他们可以来摆脱这个精神病 会不会都缺少了这些东西呢 但今天第二个部分跟大家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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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我觉得精神病一直是有很多人有些歧视 甚至我们可能很多怀人就说 哎呀你就是痴线或者你神经的 最好不如就托下来锁起来 其实我想锁起来 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医护人员 但是很多时候我想锁起来 并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辨认出 这一位病患者真的可能是危害自己 或者是危害他人的情况之下 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真的更加严重的措施 但是怎样去能够分辨他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病 虽然好像这一宗这位警员被杀的案件 可能现在言之上早 究竟那个犯案或者疑空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病 但是看他的行径或者背景 我们知道就是他家似乎 本来他有一份正当的职业 也都是有小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来了多人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最终在街上流浪 又不穿鞋子 前一晚又去到一个露宿者之家 但是之后又自己走了 他偷了一辆铲雪车 走到周围都去撞烂了人的车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行径 似乎都是不是一般常人会做的事 就算真的这样 究竟何时能够分辨出 他真的可能会危害他人 或者是危害自己的安全 我想这个就是最困难 还有其实我想现在在社会上 那个资源真的不是很足够 所以我们理论上可能很多事情 希望可以做到为这些人士 但是实际上也都是有些困难 还有他们自己同不同意 被人去照顾他 或者是接受医学上的治疗 这个也是我们法律上很关注的问题 因为始终都是要他自己有同意 除非去到一个地步 我们又要向法庭申请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困难的问题 你同不同意? 是的 绝对同意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精神病人 他们都没有暴力倾向的 有些研究也都说 25宗罪案之中 只有一个犯罪的人是精神病人 但因为如果精神病人出了事 就会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那些人就以为精神病人是暴力 其实大部分精神病人 他们也很和善 比如你刚才提到 那些精神病人 其实我们有象征 知道他什么时候复发 就是他的精神真的很不同 不如很清楚的就是第一 他不会照顾自己 就是他自己 比如他不洗澡 不洗面 或者自己一些照顾不到自己的 或者吃东西又没有分 就是没有分时候吃 穿衣服又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其实这些是可以看到的 另外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的思维方法是很不妥的 他跟他聊天 他说些东西你觉得跟不上他 他面部的表情 情绪都是很不同的 还有如果发觉他最近的角色都变成了 譬如他在做工具 为什么突然之间他没有工作 又不告诉你 就是很多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全部都没有了 其实这些很多象征 如果有四种或五六种在一起 其实就要注意了 但就不是说一定他有暴力了 所以其实是这个复杂在这里 还有Patrick 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怎么的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当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 但是我接触过一些客人 就是他说那个病人本身 就不愿意接受治疗 也都不肯去跟一些专业的人士谈 或者医生 很难去 没理由去逼他 是的 一定要接受这些症状 很难做这件事 是的 这个很难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些人觉得 如果我告诉你 我有精神病 或者很严重的精神分裂 觉得你跟我说话 你好像看不起我 我自己觉得没什么自尊 而通常大部分人都希望有点自尊 所以有时 譬如我不喜欢你说我的精神病 我直接不去看 还有有时 如果我的家庭背景不是那么好 我家人都不支持我 那我就觉得 再加上如果我没有吃药 我精神想也不太好 所以很多种原因加起来 有时我的表现 有时你又接受不了 我看到你的面部表情 也接受不了我 虽然我没有说出来 但是我看到 所以他们有些事 是很多事 就是其实社会 和一些人去关怀他们 其实是很紧要的 其实现在政府 在协助一些精神病人上面 那个服务现在 去到完善到哪个程度 其实仍然都不是很足够 变成了很多一些 就是有精神病或者 甚至可能初期有这些病快的人士 可能都未必说一定很快得到一些适当的照顾 是的 这个其实就是徐律师说的 其实根本社会资源是一点都不足够 尤其是如果你说我们大人 譬如他有精神病 其实如果你说到儿童的精神病 是简直是少之又少 比这个大人的精神病更少 所以其实如果个人有精神病 其实从小能够家庭开始照顾 其实成年人那时候 病患的机会是很少的 他一直都知道我要吃饭 我去看医生 我有精神病没什么所谓 我是有病 如果他这样一看就不会有问题 但问题就是因为 很多时候现在在多伦多 的精神 儿童的精神科医生是很少 如果以族裔来说就更少 所以是觉得是很悲惨的 说真的 我想其实除了家人 和整个社会他怎么看法呢 还有也要教育 究竟那个社会他怎么看这些病人 也都有一些案件 以前就是试过警方去接触到 一些精神有问题的疑胸的时候 可能他们也都有一些评论是说过 究竟他们的训练又足不足够 怎能够辨认这个人 真的会伤害到甚至警方 或者其他人 而他们用的那个武力去镇压他 究竟是应该要用多少 还是真的可能有时候会过分了 但是警方也是很困难 因为他们每天去巡逻 其实也是执勤的时候很危险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案件 所以我觉得 除了社会各方面 其实一些很前线的人员 都是需要有这种训练 但是其实是都不足够 而且一直以来说 都是很困难去做 是 已经真的不足够 还有往往就说 即使这些精神病人 他们真的譬如犯了一些案件 甚至于刑事的案件之后 法官很多时候都会判责 这个人因为有精神病 所以不需要负上一些刑事责任 其实这样也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呢 老师你觉得 因为刑事的罪 为什么我们要入罪呢 就是因为他是有意识去犯案 我才能入罪的 如果他本身是病的话 其实他是没有这个意图 或者意识去 所以我们基着我们的刑事法典之下 他们就是没有罪的 那变成了大家 就应该细心去再想 其实其实现在政府方面 对于精神病的支援 似乎真的不足够 也都其他 比如刚才几位所说的 就是在警队方面 如何去辨认这些精神病的人 似乎也可能不是很清楚 很复杂的问题 是 不过很难 很短时间可以去隔队的道路 我相信 不过说到这里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到下星期一 继续一份很长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